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是6月10号星期六 就在前几天在6月7号到6月8号 这几天是中国的高考 现在是高考结束了 刚刚我看到有记者在采访那些 刚从考场出来的学生说你有什么愿望 有什么愿景 然后他他马上就把劳动法给背起来了 说我希望将来的工作是5天8小时 每周工作5天 然后每天只工作8小时 然后加班要1.5倍工资 几加二加班是要三倍工资 我看了这个我感觉很心酸 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刚刚结束完高考 很有可能马上就要进入高校 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 或者说自己认为有前景的专业去学习 他们丝毫不知道将来面对他们的 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就业市场 但是你要说他这个要求过分吗 一点也不过分 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其实就是法律的底线 是吧 达到这个法律的底线 就是这个女孩的人生愿望 就是说我不做奴隶 这就是我的愿望 因为现在你要说这个5天8小时 确实在欧美国家很多人工作 每天甚至说达不到8小时 一个星期也就工作35个小时 这边福利也很高 那么跟国内比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前提是你在国外 你得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现实就是法律的底线 文明的底线已经成为很多人无法 企及奢华的愿望 奢望 是你想要5天8小时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工作 3年4年毕业之后 那是会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那说到这个高校毕业啊 这些孩子们很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 就要上大学了 那么现在大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些学生们将来不禁要给自己人 跟自己人内卷 还要跟国外人去竞争 这个竞争就没法讲了 一讲的话就气人了 咱们来看这么一个信息啊 清华大学啊 外国留学生补贴调制30万 华东理工国内新生学费暴涨54%啊 就是说呀 现在很多学校不是呃 在找留学生吗 啊 就是说啊 中国的高校要跟国际接轨 哎 你看什么呃 日本的早稻田 什么英国牛津啊 还有什么什么藤校 什么长青藤耶鲁 这些麻省理工学院啊 动不动 中国的学生啊 跑那边去留学 那中国现在在教育这块也搞了一个教育大跃进啊 教育大跃进什么意思啊 哎 咱们吸引不了欧美国家的人才 咱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地区来吸引呢 别人不来怎么办 给钱嘛 哎 所以呢 有很多那些非洲的黑人 还有一些中东啊 巴基斯坦 这些人就跑到中国去留学了 还给奖学金啊 这个门槛很低 还给奖学金 之前呢 是一年十万啊 后来涨涨到二十万 现在清华大学一个外国留学生的补贴已经涨到了三十万了 哎 就跟请祖宗一样 把那些人从那些非洲中东给请过来 那你想想中国这些孩子们啊 他们容易吗 十年寒窗苦读啊 都学霸级别的 是吧 那些人来到中国 其实无论说是这个基础 还是这个坦白讲 就是说这个学习能力啊 咱也不是说别人智商低 这样说有点侮辱人 就说这个学习能力是远远不如中国的韩文 就中国的学生 他的学习能力是比中东比非洲他们强大 但是中国的学生上学之后 现在啊 开学学费又涨了啊 这里讲的一个华东理工啊 学费暴涨了54%啊 很多学校学校都涨都涨了 一个大学生也负担不起了啊 即使啊 有些家长啊 就是咬咬牙再苦几年 然后就把学费给交了 供孩子读大学 到大学里面 还要跟那些外国留学生跟他们去竞争 有的学校呢 还给他安排什么呀 安排女班啊 哎 一个留学生啊 拿着30万的年补贴坐在教室中间 两边两个女孩子陪伴左右啊 教他学习 辅助他学习啊 然后呢 外国留学生住在有空调的啊 房间里面有可能是呃 双人间有可能是三人间或者说是四人间啊 但是呢 那些其他的中国的学生可能挤在8人宿舍啊 就是比较拥挤又闷热啊 夏天还没空调哦 前几天有的学生都在什么都坐湿了啊 说什么校长啊 我说热死了 然后呢 一整栋宿舍了 多大喊热死了 热死了 这是中国的学生啊 很辛酸的很辛酸的啊 这是大学他们面临的困境啊 那么再把这个时光啊 时间线往后再推几年 到时候他们从学校里面出来之后 他们就真的能够找到工作吗 啊 如果说再过个几年啊 像当初啊 希望这个企业能够履行劳动法的那个女孩子 她走上社会去找工作 她将会面临非常残酷的事实 她的这个三观可能就要碎一地啊 现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就是自从去年年底啊 中国他放弃这个清零政策之后吧 经济政策呢 从这个经济啊 你从这个字面来看 从数据来看 统计局来看啊 说是一个有所恢复 其实我觉得这个恢复是大引号的 其实都是数据造假 你比方说今年年初说这个房地产升温 其实那就是一个回光返照 现在你看看那些北上广深 这些二手房又开始啊 踩踏实挂牌销售 经济它并没有恢复 你看媒体说恢复 其实没恢复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现在这个青年失业率处在历史最高水平啊 失业率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的统计数据啊 看官方的数据啊 官方数据就是说16到24岁 这个有大约24% 啊20.4%是处于失业状态 你官方说的这20.4% 我觉得这都是说少了啊 说少了啊很多年前的时候 把那时候跟朋友在一块聚会喝酒啊 有人说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当时他说中国失业率5% 4% 当时候又说了20%都不值 然后我那同学他是吃工家饭的 他是当警察的 他说你你这样说不太合适啊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呢 现在大概是十几年过去了 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是20.4%的失业率 但是我现在我就可以再夸张一点的说 实际上的失业率30%都不值啊 你统计你怎么统计啊 你没法统计 你看这个统计局的数字 你就数一数你的朋友圈啊 朋友圈失业率啊 亲戚失业率啊 同学失业率啊 微信群失业率 这些数据他是真正啊 靠谱的可查的啊 现在你说什么整体就业人口啊 5.2%的失业率啊 还有一个整体就业人口 那就包括了很多什么呀 老年人到退休年龄没办法去想情抚养 没办法去跟孙子玩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干嘛呀 也得去工作呀 年轻的失业群体太高了 就是16岁到24岁 20%是失业啊 就是说那个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将来怎么去面对 现在这么一个残酷的社会 三年之后 四年之后 情况只会比现在更糟 不会比现在更好 现在中国人口逐年萎缩 人口逐年萎缩意味着什么呀 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个经济体量他也就是一个逐年的萎缩 现在每年随着一个毕业季啊 对于高考学生来说是一个高考季啊 马上上大学了 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这就是一个毕业季又有数以百万的人涌进就业市场啊 这七八月份就不算了 到了九月份十月份 你看就看吧 他们得去找工作啊 未来几年这个中国的失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啊 看那些中国的年轻的孩子们真的是很很很心疼啊 那对于将来这些孩子们我怎么现在我也是口口生孩子们了 毕竟比他们大20岁啊那些年轻人将来就面临着两个选择啊三个选择 第一个呢就是当奴隶啊去工作 你要是只想5天8小时的工作对不起 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 或者说你找到了你养活不了自己 你还得靠父母接济啊 这是第一个选择啊 啊就是说找一个工作啊去做 不管赚多赚少 起码就有工作了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躺平 躺平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一个不婚主义啊 不育主义啊 有人骑个自行车举一个旗子 妈妈我真的不想结婚啊 这就是躺平一种方式啊 我不结婚 我不谈恋爱 我不参加社交 我不去奢侈的消费 我不买房子 我不租房子 我住在自己父母的家里面 啊这是一种躺平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花父母的钱心不安的 你可以随随便便找一份饿不腐的工作 啊就是混日子的工作 每个月混个一两千块钱 啊这是一种躺平的生活方式 啊 但是你要是这种躺平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要是想将来啊 啊什么谈恋爱啊什么买房啊给彩礼 这个钱你是挣不出来的啊 这种躺平的生活方式 这是第二种选择 那么还有第三种选择呢 那就是翻墙跑路 润润出国门去 现在这两年不是北上走线越来越火吗 啊每天都有人在网上去发北上走线啊 天哥我还在关注呢 现在跑到墨西哥去了 走到墨西哥去了啊 啊那么到时候很多人就可能会想换一个环境会不会好 嗯坦白来说啊 现在这个换个环境也也不好 就是我这边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大概是在20%左右 当然了这边人的失业率呢 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嗯相比中国来说是比较懒的 不愿意吃苦的啊 要想找呢也能找到 但是竞争也是越来越大 这个环境呢也是不太好 就是那些想要往往转的人呢 也得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当然了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啊 这个权利啊 追求幸福的权利啊 之前呢 嗯劝过啊 说你来什么呀 现在觉得呢 啊咱不去来人家 人家想去美国去美国 想去加拿大去加拿大 想去澳洲去澳洲 想去欧洲去欧洲 但是呢呃去了之后呢就是是好是坏的 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机遇不一样 哎有些人他这个啊情商比较高 他特别能够引起别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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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共鸣啊 要引起别人想就想去帮助他呀 他运气可能就会很好 他就会很容易的找到工作 啊或者说有些人他这个呃这个智商比较高啊 他掌握了非常牛逼的技术啊 会编程啊啊 会什么什么电焊啊啊 非常精湛的木工啊 这个蓝领的工作其实也挺直香 在国外能找到工作啊 甚至说有些人脸带长得漂亮 哎碰到异性一见钟情 这也是本事 咱们就佩服人家啊 这是每个人运气不一样 每个人的这个境遇他遇到的事情不一样 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几率呢也就不一样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就是来了之后呢 就是润到国外去啊 也是比较的苦逼啊 也是比较的吃苦啊 在这里呢也是哎怎么说呢 希望他们能够早点度过吧 包括我现在这个油管现在也没盈利了啊 现在就是说流量也没了啊 我过一段时间呢我也就去工作啊 就是说这个呃也不能够在油管上耗死吧 啊就是自己做出的 选择自己啊就是自己约的炮 还能那也要打完吧 哈哈当初某些就是呃媒体不希望你说的话 你说的太多可能就挺伤钱的啊 呃那好吧 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 国内这个毕业季啊这些学子们啊 希望他们啊能有一个好前程吧